先來看一下自動化 當然你可以選了一個自動出來 然後自動選的 也許他打電話來 然後他訂什麼東西 訂的數量多小 你可以幫他訂 訂完之後的話 最後當然有一個新增資料 按下去之後 單號自動幫我加1 清空資料 單號加1的 其他資料就清空了 然後他又可以再怎麼樣 又有打電話進來 要訂什麼 客戶哪一個編號 然後要訂什麼東西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很快的 至少感覺起來 我覺得還蠻流暢的 新增一下 他又可以有一個新的訂單了 那這個部分應用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你是需要做電子化 你需要把這個流程 本來是一個 需要做一些手寫動作 其實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自動化的一個錶單 那他資料會自動幫你把它存在這個地方 可以一直往下 單號這個因為我自動自動增加 所以他會一直自動會往下增加 這個部分要該怎麼做 不過講這個之前 其實你們可以想想看 那步驟不外乎就這幾項 我其實放在雲端上面的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程式 大概就是幾個動作 一判斷應該放哪一列 二把需要輸出的輸入輸出 清空單號加一 就這四個動作 那你只要把這四個動作程式寫出來 你就完成剛剛的動作 好那這個等一下來看 那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要如何可以保護我的公式 不要讓人家看到 第二個我要如何讓我的資料 除了白色區域的部分 是可以變更之外 其他區域呢 不能夠變更 為什麼 那這個地方就是一個資料保護 因為你如果其他資料保護 沒有保護的話 很容易就會造成資料來源錯誤 那你變成純的資料也會錯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這邊的話基本上在我的銷貨單 這邊有一個保護的畫面 就是全部都鎖定 只有這幾個地方不鎖定 那再利用什麼 保護工作表 它就可以讓我只有怎麼樣 只有這幾個 特別之外只有這四個區塊 是可以變更的 其他都不能變更 另外呢隱藏要打勾 好隱藏打勾主要的目的是 隱藏之後呢 公式就看不到了 我要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先把白色區域 先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OK 好先把這個幾個四個區域呢 先選起來 按滑鼠右鍵 儲存格格式 找到保護的地方 保護 OK 先 你確定一下 因為 有些版本它預設是鎖定 像2003以前是 全部都鎖定了 那2007以後剛好顛倒 所以我們先取消一下 先確定一下是 全選 按右鍵 先把整個工作表全選 先把整個工作表全選 確定一件事 全部都鎖定 全部都隱藏 先做全部 全選 先把它先做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 假如全選了 而且全部都打勾了 全部都隱藏的話 那也就是全部都保護了 鎖定就是保護 隱藏就是不顯示公式 先按確定一下 OK 但是呢 如果我有四個區塊 我不要保護的話 那我不要保護的 把這個不要保護的 按Ctrl鍵 兩個 三個 四個 把這四個區塊做什麼 按右鍵 出車格式 把這四個區塊變成什麼 不要鎖定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 那個雲端白板那個畫面 因為這個地方很容易做錯 因為同學保護 奇怪不該保護的不保護 反而 剛好顛倒了 OK 隱藏這個部分的話 看就不用變了 就是按確定 好 但是最後記得還有一件 就是在教育 保護工作表 你先鎖定完之後 最後才去做保護工作表 前面部分是設定哪些儲存格要保護 哪些儲存格不保護 再來什麼 保護工作表 它的預設是怎麼樣 是 是這個這個什麼 選取的鎖定 跟選取會鎖定的儲存格 這兩個預設的話 是打夠 那密碼我建議是 你把它加上去 如果你不加這個密碼上去的話 其實使用者只要按下去 它就取消了 所以基本上呢 會加上密碼 但是你這個密碼呢 你一定要自己 自己要把它記下來 因為如果你將來 你忘記的話 你跑來問我 我也沒辦法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就是忘了密碼 然後問我 那我也怎麼知道你的密碼 因為你設的 那基本上 當然基本上 除了破解 不過這個不是正規的方法 理論上只有你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要取消的話 它會跳密碼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密碼的話 你隨便打幾個字 它是沒辦法變更的 OK 那會有什麼現象 一 各位可以發現 本來我們這邊是有公式的 有沒有 它全部都不會顯示的 所以也是你 通通不知道說 這個到底怎麼做的 第一 第二的話呢 如果有時候 你就是說第二個是 比如說我做了相關設定 那個客戶呢 假如說你希望去 怎麼樣 假設你這樣 那我算你便宜一點點 兩萬五 我幫你改成兩萬好了 可是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前端的業務人員要變更 你會發現 當它輸入 它要變更的 數字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跳出什麼 您要變更的儲存格 或圖表已被保護了 無法變更 如果要變更的話呢 請使用什麼 取消工作表 就是這個 所以它會告訴你 但是呢 它可能會需要輸入密碼 當然如果你沒有輸入密碼的話 它按一下取消 它就可以變更了 不過你可以視情況而定 一般是 不能讓人家隨便變 你就輸入一個密碼 我可以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不能變更了 好 那這個是有關 怎麼樣去 讓你的公式沒辦法顯示 還有你的資料無法變更 當然如果說你要恢復的話 取消工作表 輸入一次密碼 這個時候呢 它又恢復正常 有沒有 這上面的東西也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要變更單價 還是可以變更 但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功能 保護工作表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最後呢 當然你填完之後 也保護了 然後你把密碼再加上去 然後呢 就可以開始做後續的動作 可是呢 你按一下新增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達到 就是資料過 就是自己幫我存一筆記錄在這裡 其實會資料庫 就有點像 把以色友當資料庫來用 那其實進消存系統 也可以拿那個以色友來做是沒有問題的 也就是你可以好幾個資料 有進有消 OK 然後呢 新增一個資料 OK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資料出現了 那你可以換下一筆 下一筆 那怎麼做 新增資料部分 等一下再來看 主要會有四個步驟 那四個步驟其實是固定的 如果你前面的部分呢 假如概念清楚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 那四個步驟 那四個步驟 基本上就是什麼 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 你將來要寫在哪一列啊 OK 寫在這一列 十九列 那怎麼知道是這一列呢 就是往下偵測 再加一不就好了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你就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 對應的關係 因為我現在在跨工作表 所以你必須 再告訴他說 我要寫資料到消貨名系這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哦 你的工作表 你要前面加工作表名稱 後面就儲存個名稱 而且會有六 有八個 A到H 那來源的話 一個蘿蔔一個坑 就是 單號 就放在 A欄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固定位置 Range B2 然後呢 寫到哪裡呢 寫到消貨名系的 A欄的位置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把它放過來 最後呢 再把你 白色的區域清除就好 所以白色區域啊 總共會有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跟這邊 還有這邊 那最後呢 再把單號加一 不過清除之前呢 單號不能清除 因為我最後是把單號 加了一 再寫回去 好 所以我會有這四個流程哦 那假如說 如果你這些流程都可以自動化 以後其實很多事情就可以完成 而且這個消貨單可以延伸出去 的範圍還蠻大的 OK畫面先黃給各位一下 包含就是你可以銷貨 但是也可以存貨 也可以等等的啦 反正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所以很多時候呢 當然之前有同學問說 像他們只是想要寫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什麼呢 銷貨系統 但是你找人家寫好像又沒有辦法 那個完成 100%完全符合他們的需要 而且他們的系統也會經常想要變更一些東西 怎麼辦呢 其實用VBA來做 其實就已經是最好的策略了 為什麼 因為你所有資料 像他們也不用SS 他們所有資料都是放在Excel 那你何必 你乾脆就是直接什麼 用Excel來完成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 因為這樣有關係 像我上課講這個範例 前幾天 還有那個 美國那個什麼 有一個也是看我的影片 也問我說 能不能幫他寫一個這樣 像這樣的系統 OK 不過我當然基本上 沒有再幫人家做這種事情 OK好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怎麼樣把這些就是保護部分先完整 記得先全選 先做什麼鎖定 再把四個區域做不鎖定 可以保護起來 試試看